北美飽滿大螃蟹 下鍋熱火快炒 再零點米酒香味撲鼻 或裹點麵粉下鍋油炸 品嚐蟹肉鮮甜 就算什麼都不佳 清蒸享受蟹膏蟹黃 也超滿足 秋蟹季節要到了 卻也讓網路上 出現許多螃蟹迷思 但螃蟹怎麼吃 卻有很多種說法 像是蟹黃抑致癌 還有人說螃蟹會被打蒸 灌水灌焦 甚至不能跟番茄柿子一起吃 真的嗎 外傳蟹膏蟹黃 容易沉積污染物 吃了會致癌 但其實螃蟹的腮 口氣 內臟才是最髒部位 嘴巴跟內臟 它有吃一些微生物的東西 所以建議最好是不要吃 叫肝硬上 它的累積量會是最高 第二個部分會是肌肉 第三個部分才會是 所謂的軟炒清炒 蟹黃或蟹膏 而從大陸或東南亞 進口的冷凍蟹 也出現有灌水灌焦現象 卻為了增加重量 烘台價格 基本上灌水的部分 會落在大夾蟹的部分 因為它本身價格會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才會去做 哪一種動作 不過台灣的螃蟹 大多是野生捕撈 直接販售 安全有保障 但大陸的大閘蟹 有禁九層全靠養殖 專家認為投藥風險高 還有人說螃蟹跟高維生素C的番茄 一起吃就像在吃劈霜 但專家澄清 這得吃上百公斤的蝦蟹才有可能 至於農民歷上 提到螃蟹配柿子吃會中毒 其實沒那麼誇張 頂多是消化不良或誘發過敏 謠言滿天飛 其實萬變不離其宗 秋蟹再好吃只要不過量 謠言當然也不攻自破 記者賴慧祖 梅宣 高雄報導